说得好 兄弟 我们哥俩这次过来 就是投奔兴爷 既然这个样子 就跟我走吧 就他们两个 你看 二位好汉 听说你们要去投奔兴爷 现在我们村子里 没有一点点礼品 可以给兴爷带上 真是对不住兴爷了 现在村民们都饿肚子了 老人家村里出了什么事 原本啊 在这上阁村就不复理 前两天突然窜来一批解放军 把整个村子的口粮 给抢了个一杆二斤 解放军 你看清楚了 抢粮的是解放军吗 他们烧成灰我都认得 他们不但杀了村长的孙子 和王大嫂 还抢了王大嫂的女儿鸭蛋 是啊 今天是我孙子 和王家媳妇出殡的日子 村长 你接 我看咱们全村 跟兴爷干得了 省得辛辛苦苦忙了一年 到最后都便宜了共产党解放军 前两天 兴爷不是路过咱们村 还带走了几个咱们村的人吗 全村的事看看再说吧 现在先度过眼下的难关 度 咱们度啊 现在大家连吃的都没了 是啊 我们都没吃的了 早就没有两份了 我们是什么呀 我们都没吃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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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吧 村长 这位兄弟 要不这样 你告诉我们怎么能找到兴爷 我跟兴爷禀报一下咱们村的情况 看兴爷有什么高见 咋个像 村长 我看他说话那架势 就是解放军的样子 二位既然去投兴爷 那这么着 先去村里看看光景 去吗 走吧 看到了吧 这伙解放军好狠毒啊 老人家 依我看这场惨案 是有人故意布的局 他们抢了粮杀了人 然后栽赃给解放军 你们被骗了 什么 你说我们被骗了 这都是我亲眼所见 那伙人穿的 全都是解放军的衣服 咱们干脆把话直说了吧 刚才那位兄弟不是说我们是解放军吗 不错 我们就是解放军 我们这次来到这儿 就是来了解匪情的 我们现在马上回去向领导汇报 带部队来帮助你们除匪患 解饥荒 你们这是要跑啊 你这是 敢 自投罗网还想跑 你们的枪里 就那几发子弹 我们这么多人 我就不相信 你们能统统杀光 杀了 杀了他们两个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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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粮食都找回来就好了 你们有本事就把粮食夺回来 把抢粮的人找到 我们就信你的话 那这样吧 我们俩把粮食给你们夺回来 把土匪带到乡党的面前 愿有头债有主 一切就都亮堂了 你看杂个相 我们凭什么信你的话 凭什么信你的话 凭什么想念 凭什么想念你 凭什么想念你 别瞧了 凭什么 我来当人质 成王 你别忘了 我是当地人 你本事大 快走吧 这位长官留下 那倒是行 但是必须有个期限 要不然 你这一流不见了 我们还得跟你养个活口吗 对 别担心 他要是回不来 要杀要剐 息庭遵便 痛快 好 那我们就献他们三天 好不好 粮食都没了 能找回来 找得找粮食吗 信得过他吗 找不回来就弄死他 慢 话说大了吧 赶紧走啊 一定要找回 被他们抢走的粮食 快点走 来 把他押下去 走 快 走 押下去 走 走 走 他大哥 回来了 回来了 去找星野吧 你 星野 您叫我 闻蛋 混蛋 王八蛋 我让你去争两争 谁让你去抢了 兔子不吃卧饼草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我让你去抢了 云八蛋 云八蛋 我让你去争两争 谁让你去抢了 兔子不吃卧饼草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还瞎策 你 你这是 瞎蛋 知道薛红狼这么多年 为什么斗不过我 就是因为他不懂得 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 不能失了民心 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啊 是 所以 这次我穿了解放军的衣服 你说什么 这次我们都穿了解放军的衣服 您记得当初咱们在黑市上 买了几十套解放军的旧军装吗 这次正好用上 而且兄弟们都蒙着命 是啊 这就是上策啊 我就佛 你怎么会干这种事 你没有那么多 那佛佛吧 佛佛这些老百姓 为什么不肯搅粮食 就是不搅 按理佛我对他们不搏呀 要不是我照着 他们早就让薛红狼给抢光了 说的就是啊 这帮大老族 就是不懂得知恩图报 说什么遭了灾没收成 遭灾了 那就怨不得别人了 遭灾是老天爷的事 谁也管不了 要怪就得怪解放军和掩着马 我也得怪解放军呢 要不是他们算计了我的山寨 我也不会让你去四处真凉啊 恕我直言 这事儿怕没那么简单 姓张的让我们攻打县城 没安什么好心 当然了 他是想让我们攻下秀凌晨 他好像老讲寝宫 他是利用我们当炮灰 也不能这么说 当炮灰也未必是坏事 人家让咱们当炮灰 说明咱们有这个实力 有些愣头行想当炮灰 还当不上呢 这样 我带兄弟们上雷牙山 你继续去征量 穿解放军的衣裳 是 这次去征量 顺便给您找了个暖被窝的 是吗 仙爷 您看 哭什么哭 刘备的江山就是被你们这些婆娘哭没了的 出去 等门关上 是 起来 全起来 都给我精神点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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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行业 干嘛 行业 您看 这真是白来的便宜啊 得在那解放军身上捞些油水再干掉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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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过来 拿过来 给我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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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书 行业 去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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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满老狗抢了不少的粮食 估计一时半会儿 缩着不动了 这第二呢 这带地形你比我熟悉 行动快 有可能抓到满天星 即使抓不到 只要这次 能够彻底断了他的良缘 我也能把他饿死 那行 姑奶奶再帮你一次 好 快点儿 逆月逛街呢 别给我耍花样啊 你还不信我呢 宜人不用用人不宜 要不然你再帮我关回去 没时间跟你开玩笑 快 你干嘛这么盯着我呀 你是不是喜欢我呀 走 干嘛 别动 把枪给我 我真的会开枪的 把手放回去 枪给我 告诉你别动 否则我真的会开枪 对 就站在这儿别动啊 千万别动 再动我就要开枪了 接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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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他们 动他们 让我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点吧 不要 来点吧 跑啊 跑就跑 你别闹了 马上给我带路 赢了 把我胳膊拧折了 看谁给你带路 你弄疼我了 放开我 你还来真的呀 放开我 你这是干吗呀 黄亦菲 你恩将仇报是不是 对呀 我就是恩将仇报 还宜人不用用人不宜 小骗子 看什么看 走 去 你说这要是个红绳该多好啊 什么意思啊 我再披个盖头 咱俩骑一匹马 就可以把事给办了 别瞎扯 你干吗呀 慢点 走 进去 黄亦菲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在干什么 我当然知道啊 陈武也是我的兄弟和战友 我必须得去救他 你呀 想好了啊 别把自己也搭进去 我不会拿他的生命 开玩笑的 我是有十足的把握的 你凭什么有把握 凭什么 还不是凭有我在吗 赶紧我解开 混球 赶紧的 这个满天星吧 就在这个附近 也就是雷亚山上 你上次说 他是在尚歌村抢的粮食 对啊 抢了以后 还栽赃给我们 这个尚歌村到雷亚山 沿途是没有别的村子的 我认为他们肯定 不会直接回去 肯定会多抢粮食 先囤着 他们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他们可能绕路 再抢围头村和三坑村 这是他们最合算的路线了 好 立刻出发 放心吧 我可把陈武好端端地 给你带回来 快 快 把这些人放手 快 快 快 放手 放手 快点 快点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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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放手 放手 放手来 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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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确信他们会从这里经过 不管抢哪个村子 肯定会经过这里 没错 那我信 以后啊 我们多合作 不就需要打他们个措手不及吗 有什么难的 这次我们只是多挥粮食 又不是跟他们拼刺刀 所以尽量减少伤亡 等等 你们看 我们有好的伏击地点了 看那边 跟我来 好 王小龙 有马车 有人 人数还不少 大概有多远 大概半岭地 你干吗 要你管 就这么办 好 我去找个有利地性 走 从哪儿来 那个方向 大家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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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山东 到 你看看队伍里面 有没有碗老狗 如果有一枪干掉的 没有 你就把领头的干掉 是 来 来了 晚了 来了 打 打 哪儿来这么多解放区 兄弟 撤护 撤 快撤 撤 快撤 这下面死的好像也没有满天星 刚才毕掉的 应该是满天星的狗头军师 不过也好 让他少一只胳膊 也能让他腾上一阵子 小山东 到 你先回去好好休息 你把他带回城里 是 不 我跟你一起去 我会马上回来的 你们先走 请吧 兄弟们 你们跟我把他们这些粮食 送到上阁村 咱把陈武兄弟给接回来 是 杀杜解放区 赏黄金一条 咱们 反正今天是最后的期限 如果他不回来 我们就要好好地跟你算算账 对 老兄们 你们先冷静一下 听我说 很快就会让你们看到世界的真相 你怎么能不能打伤呢你 二哥 你这是干啥的你 二哥 村长 村长 回来了 他们回来了 带着粮食回来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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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长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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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你会又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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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伤了 陈武 怎么样 没事 我没事 我要是以前 我一下崩了你 船长 粮食给你们找回来了 这帮人是满天星的手下 他们伪装成我们解放军 抢了大家的粮食 真的 这 实在是冤枉你们了 没关系 我理解 乡亲们 我们为了你们 我的战友可以受伤 但我希望你们明白 我也希望从今开始 你们要相信共产党 相信我们新中国 相信我们解放军 好 我们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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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相信共产党 相信解放军 全死了 全死了 星爷 兄弟们 全死了 全死了 你怎么回来的 我 你还有脸回来 你还有脸回来 星爷饶命 星爷饶命啊 星爷 你 帮起来 传我的命令 樊鼠 星爷 大小寨子 不分老幼 子弹上膛 全体出盾 见着解放军 见一个杀一个 给师爷报仇 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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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驾 你好 村长 你好 不幸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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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你好 你好 太好了 你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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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发现 满天心的游动兽 他们可能有行动 村民先找地方隐蔽 村长 快让村民隐蔽 皇队长按计划 去营救鸭蛋了 咱们准备迎战 别跑 快加隐蔽 快快加隐蔽 行动 那边那边 快 往那边那边 你是鸭蛋吧 别害怕 快跑 小火就别断了 押回雷鸭山 是 走 孩子 孩子 你咋了吗 你咋了 走 过去看看 好 来 来 下来 孩子 你快说说 是咋回事吗 有个解放军惊了我 他人呢 上哪儿去了 他被抓了 准备战斗 是 准备战斗 准备战斗 你竟然哪儿ハ 还中了埋伏了 那儿吧 他们没几个人 上 上 上 冲 什么事 给我冲 打 冲啊 撤 星爷 咱们撤吧 他们居高临下 带这么下去全完了 混蛋 金钱美女不想要了 想要可是命更重要啊 你 星爷 你看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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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 你看 兄弟们 撤 混蛋 回来 非凤让你撤的 是是是 星爷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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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长 我们不追了 这帮兔崽子 跑得快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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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 这是个婆娘送的定情物啊 谁家丫头这么没眼光 找你这样一个短命鬼 那 你要想知道 我可以告诉你 那当然是你的姑奶奶 我看得上的年轻人没几个 你算一个 可惜你糊涂 去投了共产党解放军 你这么做怎么对得起死去的白胡子 鬼子手装菩萨 我老爹就死在你手上 白胡子死在我手上 没辱墨他的名声 也是西北陆林的王 白胡子死得疯狂 你少给我放屁 满天心 我告诉你 总有一天 我会要了你的狗命 为老爹报仇 好啊 我等着这一天 真要来了 那又是江湖上一个轮回 不过恐怕你 你等不到 你等到我 飞鹰 我很欣赏你的眼神 酷似一只飞鹰啊 大漠昆仑 苍蝙广雨 飞鹰翘翰 飞鹰翱翔 可惜啊 我的神鹰悟户在新爷手上 成了死鹰 我更喜欢狼 狼啊 冷静 凶残 暴念 执着 他还有耐心 爷就是这样的人 狼 走遍天下 吃肉 狼 真是高看了你自己 我老爹当年说过 那满天星就是个扫帚星 到了凡间 脱胎 变得张头鼠目 没个人样 瞧你的脑袋 再看你那副嘴脸 就是一只钻洞的老鼠 你 我 你想激怒爷爷 给你个柳断 过瓶 爷就让你求生无门寻死 不得 你爷 我命大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我就要拍死你这只臭老鼠 给我老爹报仇 就凭你 从民国起想灭我的可都是大人物 比起那些大帅级的人物 他们是这个 你呢 你就算是 这个吧 你是这个 这个 你这些小鬼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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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蛮老狗就在这雷牙山上 这地图说明不了内部结构 这雷牙山以前是国民政府的监狱 可谓是人间绝地 我来打个比方 假设这个就是雷牙山 它三面环山周围都是悬崖峭壁 只有一面是开破地 还有助兵把守 我们放弃正面进攻 有没有别的办法 那你觉得 我们从哪里进攻才能有希望 它的巢穴就在雷牙山顶 这摆明是一道天欠 我们如果不把外围的敌人扫清 就没有机会寻找汉炎的路径 这样敌人就会有充裕的时间逃跑 王一飞的处境也会更加险恶 我熟悉他们那一带的地形 我可以带领你们 突袭满老狗的外围土匪 那现在只剩下绝壁这一关了 我们有工兵人手 应该没问题 要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碰碰运气 我们只能下马步行了 否则队伍的目标太大 收拢马匹 屠不屠袭 还有多远 大家都提高警惕 现在已经靠近敌人 眼睛睁大点啊 建防军 要活的 上 王一飞在哪儿 不知道 闪开 趴下 快说 王一飞被关在哪儿了 不然我一枪逼着你 我说了 我说了 我黄一飞在监狱 监狱在哪儿了 你们走错路了 根本爬不上这绝壁 你们就等着送死吧 你算是死到零头还唱不出 跟我走 超武 你在这儿吵极 是 还有 这些毒鬼大部分都是老百姓 紧张劝降 明白 走 超武 小心啊 好 混蛋 老子让你去保护军师 你把军师的命 送到解放军手里了 你还有脸回来 姓爷 你混蛋 姓爷 姓爷 怎么啦 你来了队人马 看样子是解放军 你看我们是不是要加紧防卫啊 绝壁鸟也飞不上来 把解放军消灭在山下 是 你们还差得远 挺活 乡亲们 俺是兔山的陈家老五 你们谁是兔山的人 应该听说过俺 陈老五 陈老五 是啊 是怎么拿的 听说过 放下武器都回家吧 俺上你们家打听过 知道你们都是被蛮老狗拿枪 逼着干这个的 俺们解放军有政策 只要手里没有宣案人命的 统统从宽处理 对对对 我听说解放军从不来杀无辜 对 我也听说了 乡亲们 你们还等什么 难道你们不知道 你们的父母亲儿 都盼着你们回去吗 陈家小子 你要说话不算话 我们兔儿山的人 把你家走坟 我要说话不算数 我这条命 你们随时拿去 兄弟们 要不咱们投降吧 投降 投降吧 咱们投降吧 我们投降吧 弟兄们 咱们投降吧 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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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打了 我们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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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现在该看咱们的本事了 拍下手 到 到 上 是 上 走 上 是 大家往上爬的时候 紧天崖闭 往上看 等你们人到了 你早就血肉横飞了 我不走 要死 要死一起死 求婚不成就逼婚 如果逼婚不成的话 那就只能除掉燕芝麻了